HELLO,我是伊紀伊維達 歡迎收看每個月的Monthly Love 開始今集節目之前 我猜會有人問我嘴是用什麼去塗的 是有點奇怪,對吧? 其實我就是混合了這三樣東西 就是Mega Forever的深紫色唇膏 然後兩支Diamond Crush 一支偏粉紅色和一支藍色的Diamond Crush 我現在拍片就可以了 如果日常出街不喜歡那麼誇張的話 其實晚上去玩這些嘴是很適合的 這些反光,但反出來有另一支顏色 即不是光亮,不是光閃 而是反了另一支顏色的嘴 晚上是會很搶眼的 最涼絲而術語,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開始了,去片 第一樣東西就是眼部精華 這支牌子叫ORAL GOLD 沒有了一個蓋子,對吧? 因為很麻煩,每天都要打開蓋子 你看我都用了超過三分一支 其實我的眼睛用任何東西都沒有大 我只要塗上去,我不覺得更加乾或更慘 就已經有用了 所以我可以說它是有用的 眼霜我也有,其實這個是我自己給錢買的 但我有那個Coupon 買Serum送眼霜 我只是付出了一千多元 為什麼我會去那裏呢? 就是我之前收過他們的一套洗臉奶 裡面有一張Coupon 下面有幾張Coupon 裡面有一張Coupon 是給我一個Free Facial 我緊啊去吧,因為在銅鑼灣 很近 我就去吧 然後做完那個Coupon之後呢 我真的覺得臉很好 我也知道做一次不耐久 就是你要繼續做 但是我那次做完真的感覺良好 所以才會自己付出這千多元買這兩支東西 之後呢,我聽到一些小故事 就是 原來呢 我朋友的朋友呢 也有在這間店裡買東西 但是呢,是買了萬多元 然後呢,我朋友又因為這個朋友 有去買東西 他本來想著去買一個二千元的 我都不記得是... Serum 還是什麼 對啦 然後最終它是八千元走了出來 原因就是呢 他說那些銷售很厲害的 會用幾個公式去銷售你 最底的公式呢 就是有一個Mask 好像就是八千元 對啦 這個Mask八千元 那個Mask呢 他說你用完這一箱就可以了 這一箱就夠你用一年 每個星期敷一次 就是它有一個筆筆的份量 對啦,剛剛好敷一年 他說你敷完這一年之後呢 那個效果會 last at least 三年或者四年 就是跨一點 三年我們說 那你這三年都不用再敷這個Mask的 說就是這樣說 對啦 那我,你當三四年 那你除完每年都是二千元而已 都OK 就是我安慰她 因為你知道呢 女生呢 洗完一大塊錢出來之後呢 那個心是會有很大的罪惡感 那她就有這個 總之呢 我現在等著她的賽後檢討 我就當然不會買了 那個Mask 除非她用完她說 哇,真的很厲害 那個Mask 那我可能會考慮 可能會考慮 那我們大家一起等她的report 這支Bare Minerals的Mask Smoothing Brush 真的很好用 我有幾個不同牌子的Mask掃 有一陣子不知道為什麼 每個牌子都很喜歡出 這支掃本來就是跟著一個Mask 你知道泥的Mask是有點難塗的 所以用它也是很正常 但我現在發展到 我任何的Mask都要用它 因為我是喜歡敷膏狀的 就是我不喜歡敷膏的 那我所有Mask都是用它去塗 全部都很容易上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 總之不同的Mask的質地 很難平均地塗上去 而且用手指 它始終會黏住你的手指 但是這個呢 就是黏極有限 而且它這個角度 這個彎彎是很可以去到 全部位置 又避開到你的眉 就是... 完美! 完美! 剛剛才說我不喜歡敷膏的Mask 為什麼我會放這個出來呢? 這個呢 就是... 我如果要敷膏的Mask 我只可以接受到這個質地 這個質地呢 就是... 有點像Gel 厚厚的 一塊... 濕的的膠 感覺很骨膠原 它會黏住你的臉 而且這一款的Mask 是不太滴水的 不過呢 為什麼我放這塊出來呢 我這個是最後一塊 這個Gel's的Mask 它裡面呢 是有... Cold Press的蒸油的 那敷完之後呢 你的臉真的好潤 而不是黏 不是肥 是滋潤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Mask 敷完很舒服 它是分上下兩塊的 所以呢 你全臉都會覆蓋到 都會緊緊緊緊黏 黏住你的 你知道那些Paper Mask 會一直滲下來 就一邊敷 那你就不可以做其他事情了 那這個也不算很滲下來的 但是你絕對不可以打開頭按電話 有看我的頻道 都知道我是Dolly Wink眼線筆的粉絲 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一直都會有人問我 不是只看我的影片的人 是我身邊的朋友都會問 你是用什麼眼線筆的? 你究竟是用什麼眼線筆? 因為他們經常看到我畫一些 除了是很sharp的眼線之外 可能我會畫一些花款的眼線 那他們就是在想 究竟是用什麼筆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基本上 只要你的筆的頭 不是一塊硬海綿 而是真的假裝毛筆 是有一條條毛的 就可以畫到很多花巧的東西 但是 我也試過很多不同牌子 也有收過很多不同牌子 最好最好 真的是它 它的粗幼度剛剛好 就算你要用它來 就是一條Amy Winehouse的粗粗眼線 它也是可以做到的 也是可以慢慢加厚 而看不到一塊塊的 那畫幼的當然它可以 因為它的頭很尖 我平時畫墨 或者畫假的下眼線 總之所有東西 我都是用這個牌子的 那平時我收到的那些 我都不會浪費的 我就是可能用來畫 沒有花巧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用其他我收到的牌子 但是這個呢 你看到這個也是新的 這個啡色 我是不停回購 不停回購的 這個海糖粉呢 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如果你有去過線面 你就會看到它 因為那些遮瑕會塗到整塊面 都是海糖粉 然後才開始線 但是 我不是用它來線面 我是用它來抹銀 因為我這隻耳環 你記得嗎 這隻呢 是一隻 Tiffany的銀耳環 我是只有一隻 話說呢 就是 我剛剛在加拿大讀書回香港 我就 買了這雙耳環 寄了一隻 給我加拿大的best friend 那我們就一人一隻 很甜 所以這隻耳環 已經結束了這麼多年了 我之前很久沒帶 近來就拿出來 但是發現它已經氧化了 這個海糖粉呢 其實就是 銅鑼灣 我朋友開文族舖的 叫The Glimpse Workshop 他們那裡都可以賣 我不知道 除了那些線面遮瑕 還有他們那裡 因為他們自己都用 他們有很多銀器 嘩 我那盒已經粉碎了 所以 有點麻煩 它打開了是這樣的 不應該是粉碎的 你呢 就找些粉 放在你的銀器那裡 我呢 只不過是很傻地 用一張紙巾 因為它很小 用一張紙巾 涼涼涼 它就由 極度氧化 變回現在的 亮粒粒 很厲害 這件事真的是 而且這件事是很便宜很便宜的 所以大家如果 都會抹一下銀器的 就不用特地去找什麼 洗銀水那些 這個已經是 搞定 而且我覺得這個盒子很漂亮 Monthly Love 今個月收到 當然 不能少它 只不過呢 我覺得是紳士坑 先探心 如果你想看這盒子的 unboxing 和視相眼的 first impression 就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我多數試新的東西 就會at least一個星期 我才會判斷 它是好用不好用 我收到新的 例如pallet 都會放在我梳妝桌上 一個星期 我就會記得每天都用它 而且它有這麼多顏色 我相信一個星期 我可以at least發七個不同的妝 在這裡 經過測試之後 我覺得它是好用的 但是 都有點局限 雖然它有這麼多顏色 但是 化妝呢 離不開 都是 紫紫的 啡啡的 那些feel 顏色方面 其實變化不大 只不過是要靠自己化妝的技巧 去化一些不同的擺位 和不同的形狀出來 但是 我仍然覺得是OK好用的 Beneford的Bad Girl Bang 你都知道這陣子 賣廣告賣得好行 這枝 我知道它之前在外國是有Jeffrey Star去代言的 但香港就沒有了 我也有問一些PR 香港的產品有沒有Jeffrey的樣子 沒有 那算了 因為都好用的 它之前有個Roller Lash 即是粉紅色那枝 那枝都好用 但是我講一下兩枝的分別 那枝的刺頭 就比較硬 裡面的產品 就比較薄 即是說 如果你想畫一個根根分明 美女妝 日常妝 我就會建議Roller Lash 但是這個講得明是Bad Girl Bang 這麼誇張的那個名字 和那枝東西的樣子 你都知道是厲害的 它這枝東西 那些屁屁東西 是很rich的 它的刺頭是很軟的 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點我又不是太喜愛 因為我是喜歡硬刺頭的 不過 它的formula 真的可以塗到你 那些眼睫毛很厲害 有些人就會在紙巾裡 混合一些產品 在這裡剩下的份量才塗 但我覺得很浪費 所以我就會在這個邊邊這樣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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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才塗 這個呢 不用build up 我覺得你塗一兩層已經 哇 很厲害 對 比較誇張一點 我很喜歡用它來塗下節毛 其實我今天都用了它來塗下節毛 你塗一層就已經這樣了 你塗多一層就會好像tricky 這個真的是我的monthly love 今個月我真的經常用它 我沒有收錢買廣告 但是呢 我也想大家試一下 所以我就問Benefit 你們可不可以送給我的觀眾 他們很爽快答應了我 然後我就說我要100支 不過呢 100支就不是那麼大支 我讓你試一下 100支是travel size 其實拿出街也很方便 還有呢 travel size就是小支一點 短一點 畫下節毛是更加好 因為那件事 你明白嗎 小一點你可以仔細一點 畫到一些短一點 或者邊邊一點的位置 所以就很感謝Benefit 今次能夠送100支 Truple size的Bed Girl Bank 給我的觀眾 希望你們能夠拿到 那怎樣去拿呢 在下面info box 會有一條link 你進去那條link 填了一些簡單資料 還有答對一條問題 你就有機會拿到這一支 Truple size 按了一條link 裡面就有個這樣的 document 不如我現在讀一次給你們聽 我知道你們很懶 那麼呢 他就說 請你在4月7號晚上11點之前 填這個表格 給他們 在4月10日之前 他們就會有個email通知你們 有沒有得去換領 即是你有沒有中獎 就有一支旅行裝的 填你的first name last name 是跟身分證一樣的 然後你的facebook名 你的電話 你的email address 要答對的問題就是 這次give away送出多少支折毛膏呢 好容易啊 是我出的 這條題對你們幾好 那填駝這個東西就快點傳去啦 還有就是要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他們的instagram 我的instagram就是evitawong 他們的instagram就是benefitcosmethk benefitcosmethk 還有就是當然要subscribe這個channel 就是這樣啦 祝大家好運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好 最後結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